秀哥在居家期間跟家人共同的娛樂是什麼 看看劇啊 做做家務啊 跟女兒講一講他們的功課啊 就算是娛樂了 那在家裡做家事跟工作比起來 會覺得做家事很累嗎 做一個演唱會 做了233場好像 哇好厲害 他們做事365天 又365天 他們是比我厲害很多的 真的佩服 就是一些物質上的東西已經不重要的了 尤其在這個疫情的現在 就是大家互相依靠是很重要的 互相關心啊 互相問候啊 互相的依靠啊 是比一些物質上的重要很多 當然 他們要是有要求的我都會盡量去滿足的 秀哥在居家期間跟家人共同的娛樂是什麼 看看劇啊 做做家務啊 跟女兒講一講他們的功課啊 就算是娛樂了 我覺得期待也是一種娛樂嘛 一直在期待 啊什麼時候可以去旅遊啊 什麼時候可以去看看外面啊 什麼時候可以跟大家很多很多人一起的去卡拉OK啊什麼的 都是 就是 期盼也是一種 一種 娛樂 那學友哥如果有機會帶來台灣啊 你有沒有最想念台灣的美食 還是說就是疫情緩解來你最想要去的地方台灣 你還是需要我講那個皮蛋豆腐嗎 皮蛋豆腐是我幾十年前講的 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喜歡吃的 肯定啊 可以去一下不同電視台啊 然後去再看一下不同的人啊 這樣子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很久沒去真的很久沒去 真的很久沒去 跟大家見一面也好 就比現在在隔空這樣講有點怪怪的感覺 我還看見剛剛你們舉手的感覺我覺得很奇怪 對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博英 哈囉大家好我是柏舒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柏舒瑤 我是李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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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覺得 柏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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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